媽媽從懷孕開始 為寶寶補充足夠的營養和熱量 體重直線增加 生產後又要哺乳 不能隨意減重 是不是很困擾呢 如果說日常生活 你的飲食方面是很均衡的飲食 其實你不用擔心 你一餐如果說 你有一碗到一碗半的糙米飯 然後你的肉類大概是半碗 然後青菜一碗到兩碗 你用這種均衡飲食的方式去吃的話 其實你是不需要擔心發胖 會發胖的話 大部分就是你吃的一些過多的零嘴 或者說你的作業子當中 你補得太過量 還有再來就是說 你可能喝了太多的含糖飲料 這才是你發胖的元兇 少吃垃圾食物 均衡飲食 適量運動 是減重的博爾法門 那今天就來為大家介紹 營養均衡的減重餐吧 今天要介紹的是海帶豆芽味增湯 需要的材料有 高麗菜四分之一顆 薑片少許 味噌一大匙 排骨及里肌肉適量 黃豆芽適量 海帶適量 金針菇一把 準備好材料就請營養師來示範囉 瘦身要吃什麼 其實海帶最重要 因為海帶裡面含點 點能夠製造成甲狀腺素 甲狀腺素足夠之後呢 人的新陳代謝才能夠比較完整 我們先準備一鍋高湯 那我們先把排骨放在高湯裡面 讓它煮入未來 接下來呢 我們再把我們海帶放進去 讓它煮 其實海帶越多其實越好 我們把海帶跟排骨先放下去熬 其他的食材呢 是不用計較熱量的 那我們先講這是金針菇 那金針菇有特色 對我們身體免疫調節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就把金針菇放進去 讓它一起煮 金針菇其實煮久之後呢 它裡面多糖體才會釋放比較多 對我們健康效果才會比較好 否則我們快快速汆燙的時候 有時候它多糖體是沒辦法釋出來的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這一道非常好用的 叫做黃豆芽 那黃豆芽呢 基本上它除了膳食纖維多之外呢 它裡面呢 其實呢 黃豆本身能夠幫助我們 減少肚子裡面的油 如果說你要瘦肚子的油 那不要忘記 黃豆還有黃豆芽 都是個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那有些人吃黃豆會脹氣 這時候你不妨選擇黃豆芽 因為黃豆經過發芽之後呢 那些會脹氣的因素會減少 那我們把黃豆芽放進去 那黃豆芽呢 我建議大家越多越好 不用怕 那而且黃豆芽是耐煮 煮了越久 它味道越能夠出來 這種蔬菜你不用計較它的熱量 你吃多少都沒有關係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可能要放一點點薑 因為薑本身可以去寒氣 你可能生產過後 有些女生呢 因為可能會吃一些比較寒涼的東西 身體寒氣多 有時候女生減重 老是覺得減不下來 那表示說你身體可能太濕寒 就水氣太多 可能有點小水腫 那多吃薑呢 能夠幫助你去寒氣 減重效果會更好 那這邊呢 大家可以大放一點 放多點薑 幫助我們去寒氣 這個是高麗菜 高麗菜呢 是十字花科 十字花科 能夠幫助我們肝臟做解毒 有時候身體可能累積一些毒素多 肝臟解毒能力比較差 有時候就比較不容易減重 解毒也是個很重要的課程 那我們如果說多吃十字花科的食物的話呢 也可以幫助我們肝臟解毒的更乾淨 這邊的高麗菜 大家就可以很頑茫的放下去 你愛放多少就放多少 因為高麗菜 你幾乎可以不用考慮它的熱量 我們先放一些在裡面 那當然呢 如果你有高湯的話 你可以把高湯放進去 然後味道更完美 接下來呢 我再把另外一個主角放上來 這個主角是什麼 是味噌 你在整個減重當中 你放一些味噌下去的話 可以減少你腹部的脂肪 就放一點點味噌 對你的瘦身是有幫助的 但是不要放太多喔 太鹹喔 那我們味噌呢 可能要先放一點水 把它調開 你看這道瘦身湯 每一樣每樣食材 都有它的道理 好 我們把味噌湯 味噌調進去 讓它煮一下 好 煮到這邊呢 可能會問我說 那沒有肉怎麼辦 我該放些什麼樣肉品呢 好 我這邊建議大家 這時候可以放點豬肉 但是量不要太多 通常呢 我建議大概三四片就好 一餐的量三四片就好 因為台灣現在肉吃得太多了 我們大概三四片就好 把它放上去 我們讓它煮滾 你看喔 我這邊食材當中 我還在把這三樣東西放回來 表示說 當我吃完之後呢 我肚子還餓 這三樣東西 讓你吃到飽都沒有關係 不要忘了吃到飽喔 這三樣可以吃到飽 吃到撐 它都不會讓你發胖 這應該煮入味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不要忘了放點蔥花 這些含硫化合物 能夠幫助我們身體 抗癌放癌 好 OK 煮好了 哇 不要小看這一碗 讓你滿得受不了的湯 它的熱量還不到150大咖 讓你吃得飽得不得了 但是熱量很低 讓你瘦身瘦得又快樂又美麗 哇 這麼大碗的海帶豆芽味噌湯 熱量不到150大卡喔 多吃海帶有很多好處 它含有豐富的點 利尿又小腫 另外口感爽脆的黃豆芽 熱量非常低 而水分和纖維素含量卻很高 高麗菜黃豆芽和金針菇這三樣 都只有少少的熱量 但可以增加滿滿的飽足感 可以多吃 想要瘦身的媽媽們 可以試試看喔 我們要梅沛的雨 沒有工夫 雞尾開 雞尾開 雞尾開